诗篇第109篇 大卫的诗 焦宇灵长 我所赞美的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不言 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 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 他们围绕我 说怨恨的话 又无故地攻打我 他们与我为敌 以报我爱 但我专心祈祷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 以恨报爱 愿你派一个恶人挟制他 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 他受审判的时候 愿他出来担当罪名 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 愿他的年日短少 愿别人得他的职份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 他的妻子为寡妇 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 从他们荒凉之处 出来求使 愿强暴的债主 牢笼他一切所有的 愿外人向他劳碌得来的 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 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 愿他的后人断绝 名字被涂抹 不传于下代 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 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 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 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 因为他不想施恩 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 要把他们治死 他爱咒骂 咒骂就临到他 他不喜爱福乐 福乐就与他远离 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 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 像游入他的骨头 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 当他长束的腰带 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 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 主耶和华 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 以你的慈爱美好 求你搭救我 因为我困苦穷乏 内心受伤 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 我如蝗虫被抖出来 我因近时息骨软弱 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 我受他们的羞辱 他们看见我便摇头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 找你的慈爱拯救我 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 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 任凭他们咒骂 唯愿你赐福 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 你的仆人却要欢喜 愿我的对头披带羞辱 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折身 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 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 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 要救他脱离 审判他灵魂的人